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ES的新特性在View实战项目当中应用 这节课我们想来实现一个组件的按需加载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用View开发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可能具有很多个页面 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单页面 我所说的页面指的是有很多菜单 当我点菜单的时候加载不同的组件 是这个意思 然后可能用户首先看到的是首页 然后其他菜单对中的页面 用户一开始是看不到的 如果当用户第一次访问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就把所有页面用到的组件都加载进来 这样的话整个文件体积是不是会比较大 这样的话其实加载也会比较慢 如果我们能做到当用户访问哪个组件 或者说访问哪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加载对应的组件 如果能做到这种组件的按需加载 那整个的页面是不是性能会更高 所以这节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ES的新特性 实现Vue项目当中的组件的按需加载 打开我们的项目 我们打开router下面的index.js 这个文件是对于当前项目的 项目的项目的管理 它这里面可以用path对应相对应的component和组件 它们在里面写一个对应关系 当我访问这个path的时候就对应这个组件 然后访问这个path就对应这个组件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看到 下面这个about项目的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我一直没有把它删掉 为什么这样呢 我希望把它来作为一个参考 大家看 我们在前面的user 和我们的upload 它指的 是不是都是component的 直接对应的 就是我user和upload 这样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 是不是在页面的上面 直接引入的 但是大家注意啊 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生成这个 router这个js文件的时候 其实关于about 它的component的写法 跟我们写法 有些不太一样 它的component呢 对应的是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方法后面呢 是import 当前about 这样一个about组件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 就是按需加载 那我们怎么能看到 到底是不是按需加载呢 或者说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upload 也做成这种 按需加载的方式呢 大家看啊 我呢 比如说 看完about了 我们先把这段先 注释掉啊 然后其实项目里面 有一些没有用的代码 我们也注释掉 比如说about 这代码呢 我们给它删掉啊 这都是 我们创建项目的时候 里面带的种子项目 还有这个home 这边我们都用不上啊 都要删掉 包括confident下面 有个叫做 韩国word的 这个其实也是 项目创建的时候 自动生成的 我们也把它删掉啊 这个都没有用 OK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项目的效果 大家看啊 这是我们的效果 然后呢 大家点开network 这个是不是叫做 网络的意思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network 就能够看到 当前我们的项目 都加载了哪些文件 然后呢 当我们这carry工具 打开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按住 这个刷新大按钮 会出现一个菜单啊 大家只要按住 不要松手 然后呢 最后一个叫做 清空缓存 并硬性加载 我们选择这个啊 相当于是 我把缓存清空一下 大家看啊 当前其实 我这个页面 是不是加载了 两个js文件 注意啊 我这边选择是js 因为我只想看一下 js是如何加载的 所以呢 我这边选择js 默认情话应该选择是all 是所有的 我们选择js 过滤一下 大家看 我这边加载了两个文件 一个叫做app.js 一个叫做chark 这样一个js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小啊 一个是172kb 一个是5.1兆 当然这个很大 因为目前我们的项目 还是在开发环境下 项目还没有压缩 合并 很多无用的代码 可能还在里面 所以呢 会比较大 当项目 我们真正需要 打包上线的时候 其实体积 绝对不会有这么大啊 我们看到 当前的两个文件 大小是172和5.1 当然 当我点击图片上传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这两个文件 文件呢 没有新的增加 也就是说 当我第一次 加载项目的时候 已经把当前项目里面 对应的文件 都已经加载项目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想这样 比如说对于我们 这个简单的小代码来说 用户列表 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们项目的首页 然后呢 图片上传 是不是相当于是 另外一个页面 我现在想实现这样的需求 当用户 看我们的项目的时候 他呢 先看到的是用户列表 那这样的话 用户很有可能说 根本就用不上 图片上传这个功能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 图片上传这个功能 做成按需加载呢 也就是当用户 点击图片上传的时候 我再去加载 图片上传 所关联的 GNS文件 那这样的话 不就实现了一个 组件的按需加载吗 我们看一看 如何实现它 其实非常简单啊 大家看 我们的upload 是不是只要 一架的router 它在这边 就能把它 引入进来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于这个upload 这个组件 不管我是否能够用到 或者说用户 是否点击了这个链接 那么upload 都已经加载了 那如果实现 一波加载呢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个 component的后面 改造一下 这边呢 写一个 电动环数 然后呢 后面跟着一个 import import 后面对应的地址 其实就是我们 upload 对应的这样一个 组件地址 比如说 点点杠 然后呢 views 下面的 upload.we 然后呢 上面这个代码 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 大家看 这时候 这个页面 相当于是我 当我点击这个pass的时候 加载这个component组件 它才去import 引入当前我们这个 upcode.view 这样一个组件 所以说 当用户不点击 upcode.view的时候 就不会加载 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们的按需加载 大家看看 我们测试一下 比如说 当前用户这边吧 对吧 首页 然后呢 我还是清风下缓存 免得前面的代码 影响我们的效果 选择最后一个 大家没有发现 当前加载的 还是这两个文件 但是仔细看 这两个文件体积 跟刚才相比 有明显的减小 然后大家再看 现在是不是两个文件 当我点击图片上传的时候 大家没有发现 这边又加载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其实就是通过 appljs 这样一个按需加载 加载进来的 所以说 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 import的方式 实现了组件的 按需加载 这其实也是在 ES新特性里面 我们讲过的 叫做动态的import dynamic import 所以这时候 如果用户不点击图片上传 那么我这个文件 就不会加载 只有用户点击的时候 它才会加载相当文件 这样的话 是不是实现了组件的 按需加载 当然我们这个dynamo 相对来讲 还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菜单 而且他们关联的文件 也不是很大 如果大家真的是 用view这样一个交手架 做一个很大的项目的话 然后可能有很多菜单 不同菜单 对于组件可能很大 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能实现 这种按需加载的功能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这种 手屏加载 手屏就指的是首页加载 整个的这个性能 会更加的提高 这其实也是view项目 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种优化的方式 也就是组件的 按需加载 这其实也是利用了 我们ES的新特性 当然对于这种按需加载 其实webpack 已经很早的 就已经实现了这种功能 所以通过 这几节课的学习 我们讲解了一些 ES的新特性 如何在view的 实战项目当中 去应用 去发挥它们强大的功能 我们能够发现 当我们去使用 这些ES新特性的时候 整个的代码 会非常简洁 然后呢 当我们想实现功能的时候 其实也更加的友好 所以呢 其实对于ES的新特性 不仅仅局限于 我们这一章当中的 view实战里面 才能用到 并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大家可能用react 那也是一样的 或者说 大家去学微信小程序 我在木科网呢 也有一门小程序的实战课程 如果学习过那门小程序 实战课程的同学 能够发现 那里面我们用的语法 其实也都是ES的新特性 所以其实小程序里面有一个 叫做ES的增强功能 其实在里面啊 对于ES这些新的语法 在小程序里面也都支持 所以呢 其实对于ES新特性的应用 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大家呢 一定要去掌握这些新特性 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不掌握这些新特性 我们可能创建一个 viewcli这样一个种子项目的时候 它自动生成的一些代码 可能我们都看不懂 所以呢 ES的新特性是你不得不去掌握的 一项技能 相信呢 通过这一章的学习 大家对于这些新特性的应用 以及应用场景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把这些新特性 应用在你自己的项目当中 或者说应用在 你在公司里面参与的项目当中 那么大家继续加油吧